为其三年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产业供应件 却也意外为台湾带来近二年的产业荣景 戏剂光电在此时空背景下成立 董事长张垂全回想 当时市场弥漫着锻炼的恐慌氛围 重复下单严重 戏剂光电2021年成立 就创下商议员营收 戏剂光电代理韩国Ock及4Gitronics的红外线类晶片及光电晶体 用于光偶开关 张垂全表示 光偶器借由LED不可见光 达到充电器的充电导通或关断 在高度成熟的LED产业 毛利较可见光LED稳定 并且应用广泛 举反手机、笔电、平板及各种家电充电器 都内含光偶器 估计全球年需求量高达120亿颗 2022年景气急动 冲击各类装置的高阶应用 不过MicroLED阵营今年仍先起募资狂潮 和计各大阵营今年引进大股东 自办增资或是上市筹资累计狂奔于150亿元 成为不景气之下的最大亮点 而陆资厂的注资规模更超越台场 今年大陆电视龙头海信 自今年3月以来数度增持路资晶片厂干燥光电持股 干燥光电今年至少7度公告海信增持股份 第一笔入股金额达人民币4.96亿元 根据干燥光电11月中旬披露的股权比重 海信对干燥光电持股一举攀升至19.54% 稳居第一大股东 进入年中之后 国内阵营副材发行私募普通股 以每股51.82元价格引进面板双湖友达 群创 合计募资于新台币36亿元 也在今年度MicroLED的募资狂潮中添上一笔 紧接着耐创科技KY6854 于第三季以每股105元挂牌 总计发行630.5万股 相当于募资规模达新台币6.62亿元 另入资面板龙头京东方大手笔赤资人民币21亿元 入股大陆第二大类晶片厂华灿光电 最引人注目 不仅注资规模于新台币90亿元 堪称最巨 持股比率达23.08% 实质介入华灿的股权 经营权 剑指MicroLED 双方的产业地位举足轻重 募资晶片龙头三安光电 虽未或下游出海口入股 但今年初三安与TCL华星光合资新颖科技 双方出资人民币3亿元搭建MicroLED巨量转移 检测 修复平台 展现制造一条龙的气图星 从募资厂的动作来看 募资前三大类晶片厂均已加入MicroLED战局 及帮科技统计 若以MiniLED的营收比重来看 晶电 三安 华灿居前三大 合计各大阵营今年的募资规模 已经超过150亿元 成为LED行业中唯一同步募资的区块 MicroLED成为不景气之中 少数持续吸引资金投入的新领域 台湾显示器产业联合总会理事长科富人预估 今年在边境、商旅开放下 预期Touch Taiwan参观人数将挑战3万人次 此外 今年展览有四大亮点 分别是智慧座舱 MicroLED 化合物半导体以及静零碳排主题专区 智慧座舱的兴起 提供驾驶更多元的智慧体验 而MicroLED的显示技术早已开始导入智慧座舱应用中 智慧座舱与MicroLED斜线MiniLED的关键技术搭配将会是未来厂商发展的重点之一 也预计将在本次展览兴起一波讨论话题 今年、智慧显示 主题专区聚焦在智慧座舱、场域应用及解决方案、面板双胡友达光电、群创光电将大秀最新应用与新技术 加上元太科技、康宁、默克、GIS、明基材料、KLA以及今年首度参展的U-Sonic集委创资通等重量级厂商也将带来最新显示器产品亮相 今年Touch Taiwan MicroLED主题专区将有副彩集团领军旗下公司晶圆光电、龙达电子、金城半导体、原封新科技及微天科技共同展出 其他重量级参展商包括耐创、汉明、聚机、冬结、莱宝、台湾信越、精彩、Toray Engineering、Kulik、先进太平洋、斯托克、Cohirin等海内外厂商也将大秀Micro and MiniLED商机 由于今年MicroLED量产能量蓄势待发 在厂商多年的努力下 制造过程与成本比以往下降许多 今年展会将会看到厂商在MicroLED多年累积的技术及成果展示 也可预见MicroLED朝向主流终端显示市场将指日可待 今年、先进设备、主题专区聚焦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设备、应用及先进封装技术 集结了制胜工业、军豪精密、军华精密、翻轩、雅致、贝福、大营、旭东机械及首度参展的中砂、星云、Disco等业界领导厂商 共同展现台湾在半导体与显示器产业的强大竞争力 展场内设置化合物半导体供应链馆 由优备贝克、纹圣材料、杜逸、光艳、创技、欧文、代美、红康、Disco、宗豪等10家厂商展示化合物半导体设备、碳化系、SIC 以及应用在化合物半导体的切模抛加工制成技术 一起建构化合物半导体的产业生态圈 并于展览期间第二天举办 化合物半导体国际论坛 邀请海内外厂商打造完整的化合物半导体供应链 提供高附加价值之技术应用与解决方案 包括WorldSpeed、OnSemi、SWATEC、YO、世界先进、星云、碳系电子等国际及大厂前来分享 Touch Taiwan去年首度新增 净零碳牌、主题专区 开启显示产业的绿色新商机 今年专区聚焦在节能减碳技术与材料 废弃物循环利用 绿色交通与永续建筑及绿色制造与智慧化管理 有面板双湖友达 群创作为领头羊 其他包括 GUN、DNP、Electronics、德渊、长星、台湾康法等海内外厂商将展示在节能减碳技术、材料及净零碳牌之解决方案 我们期望透过Touch Taiwan平台让更多显示器供应链厂商一同前来交流 提出更多智慧节能减碳等各领域解决方案 吸收厂商打造绿色新商机 工研院研发出的高精力阵列支微型MicroLED全彩微型显示模组 在2022年荣获工研院一年一度的产业化贡献奖金牌 更涌夺有全球研发界奥斯卡奖之称的美国R和D-Bio Awards 在这殊荣背后 是工研院团队花好几年时间耕耘 累积专利所获得的成果 而团队背后的最关键人物 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系统研究所组长方艳祥 同时也是整合上中下游产业的幕后推手 我从大学就对LED很有兴趣 不懂一个小经历为何能发出比传统灯泡还要亮的光 方艳祥从台大材料博士班毕业后 便进入工研院练工 等打好基础后再到业界工作 想不到越学越有心得 在练工过程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 他透露 其实在工研院第二年就拿到台积电的职缺 但发现比起研发同一种技术 他更喜欢尝试不同事物 学习跨领域知识 而在工研院有机会接触不同业务 更符合他的职业规划 也意外开启他的多角化经营 方艳祥孝称 到了工研院才知道 研发单位并非单纯研发角色 更像是业界所俗称的事业单位 Business Unit 简称BU 组长则是领导角色 必须兼顾研发 财务与业务这三种角色 在拜访厂商的过程 让他了解到出海口真的很重要 产业链上中下游若要买单 必须有终端应用于出海口 研发必须先确保出海口的产品蓝图 roadmap 需求 所以必须先跟出海口厂商谈 才能确保工研院的研发方向与产业需求一致 在MicroLED领域深耕十年 回首这十年经历 方艳祥表示至今印象深刻的合作 就是根据G 耐创和新星合作开发的显示荧幕 因为我们真的把Lite放到PCB板上 整个电路真的做出显示荧幕 而且拿到2020年的全球消费性电子展展出 他说 这个产品横跨半导体和设备 设备 材料都从日本来 这期间他不断飞去日本跟厂商谈 而PCB里面的走线设计是新兴负责 也来回修改好几次 到最后产品修到CES时 他深刻体会到 原来我们真的可以做成产品 这真的是最令人振奋的事 有了这一个上游到下游 国内到国外 半导体 LED 面板的整合经验 也让方艳详深信一定要做到终端产品 不管与友达 耐创合作的车载应用 还是AR斜线MR都是如此 工研院MicroLED研发量能集中在AR斜线MR技术 而现在 工研院在MicroLED领域 有一半研发能量在AR斜线MR技术 方艳详认为 未来手机可能被AR斜线MR取代 同时走出户外使用 AR斜线MR设备除了省电 高亮度外 必须以MicroLED作为感测器 解决分离式感测原件造成的装置庞大 另一方面 此世代的光学系统设计 可克服现有显示器亮度被吃掉的问题 对此工研院布局许多专利在AR斜线MR技术 打算开发直接作为AR斜线MR显示器的眼镜镜片 内有MicroLED感测 MicroLED或镭射显示极星的光学架构 以三大方向作为主要施力点 方艳详解释 由于目前AR斜线MR穿戴设备含有许多分离式感测器 对眼睛造成负担 所以缩小化MicroLED 如何让它作为感测器使用并与显示器整合 是发展关键 目前工研院在微小化LED部分 已经可以做到4微米以下 而显示器很大 MicroLED只占显示器不到10% 剩下至少90%都是空的 这些多的空间就可以放置感测器 此外 当眼睛看东西经过镜片时 会吃掉大部分LED亮度 所以AR斜线MR穿戴设备的光效率是一大问题 微软Hololens采用Waveguide波导技术 会吃掉光的90%以上效率 造成显示效果差 所以工研院打算将波导架构转成下世代技术 超影光学 Metalens架构 将目前不到10%效率提升至20% 大陆LED厂传出第二波调价潮 根据市调机构Elite Insight统计 自2023年5月以来 已有20多家大陆LED企业调价 下一波新价格启用时间点为7月1日 台厂表示 大陆LED厂原本就是价格震央 在低阶领域沙盗建谷 已经对营运造成冲击 若价格重灾区质稳 对台湾LED厂的议价能力将有正面效果 客户对台湾LED厂砍价幅度将收敛 而台湾LED下游厂包括一光 爱迪森均无跟涨计划 主要因应用领域不同 6月30日LED肋骨表现淡定 似乎不受陆厂调价干扰 LED厂表示 大陆厂商传出第二波涨价潮 主要是2023年营运不佳 赤字幅度扩大 欲透过调价压抑亏损 但涨价效果有限 因目前状况主要是需求面问题 且过去一年大陆LED厂因降价强单而自伤 若要直线 当然也是为大陆厂商试问 另有业者指出 大陆厂商调价主要是LED应用元件领域 如东山、利亚德、国兴、雷曼 京东方以RGB户外显屏 小间距LED显屏为主 其余包括慕林森 赵池则是因为先前库存售价太低 随着LED晶片价格调涨 下游封装产品也要跟涨 台厂认为 大陆LED厂喊出调涨价格是一个指纹策略 尤其调涨的部分集中在低阶产品 与台湾厂商转型中高阶应用有所不同 但是随着价格重灾区趋稳 将有助于拉高台湾LED厂的溢价能力 过去每个月或是每基因客户要求的降幅将收敛 对于陆厂喊出涨价 多半正面看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